我要統計說 這邊會員裡面 哪個年次占比最多 第一個當然 我們遇到的問題是 切出來的變成29 29這個東西怎麼來的 實際上跟各位講一下 你如果滑手按右鍵 除了格式你把它改為通用的話 那你想說 它為什麼變成日期 其實道理很簡單 如果你將來輸入資料 裡面有兩個斜線的話 它就會自動幫你把 數字轉換為日期 這個是它固定的模式 所以如果你把它改回來 改成通用的話 那你會發現 它裡面實際上 就會是一個數字 那你想說這個數字怎麼來的 其實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數字的話 其實就是 它從1900年的1月1日開始算 這個算第一天 所以你把這個按右鍵 除了格式 改成通用的話 它會是1 那也就是說 每加一天 1900年1月2號 那就是第二天 就2 它是數字 而且是個整數 那如果我說呢 後面假如有帶小數點的話 那表示說它是裡面還有帶時間 也就是說一天24小時有沒有 所以如果多一個小時 就是多1 24分之1 那1 24分之1一定是小數點 所以它就後面 假設如果你看到一個時間裡面 還有小數點的話 那表示說它除了日期之外 還有時間 那如果是整數的話 理論上是取到凌晨 就是12點整 多一個小時後面就多小數點 所以其實你們等一下也可以試試看 後面如果加上時間的話 再把它變成通用格式 它就會變成是一個整數了 OK 好 那大概知道了嗎 那可是問題跟我們這個有什麼關係 因為呢 你會變成29 實際上就是因為 你切割的時候 它把這個數字帶過來 那因為這個數字帶過來之後 因為它遇到TESTER 它自動幫你轉型了 有沒有 轉型之後呢 自動切割 但問題不是啊 你想說 老師我不是要這個東西 我是要它格式化之後的文字 所以Ctrl是以下 所以呢 我們要怎麼樣正確的可以得到格式化的那個東西 我剛剛特別強調說 如果以後你看到的跟你切割的不一樣的話 那第一個你可以先把這個東西變成真實的 因為現在是假的 那怎麼變真的 我們第一步就可能要分兩部分 一部分是先變真的 第二階段才是切割 那怎麼變真的 很簡單喔 這個有一個固定的SOP 一 請你先把這個按右鍵 儲存的格式 切到自訂的這一串 把它複製 第一個動作 第二個動作呢 貼到哪裡呢 貼到那個 FORMATE TESTER 記得前後加雙尾號 就兩個步驟 這個步驟 這個步驟就夠了 其他不用記沒關係 真的耶 這很好用的 OK 以後呢 你只要看遇到那種狀況是 你要的資料抓不到 那就用這一招就好 所以依按右鍵除了格式 自訂複製 第一步 第二步的話呢 取消 然後我們在這邊 再插入什麼 那個TEST TEST這個函數 然後呢 我們接下來就是說 給他VALUE 就是給他這個 然後 FORMATE TESTER 就是把剛剛複製貼過來 貼到雙尹號裡面 記得喔 雙尹號一定要加 那你會發現喔 有沒有發現 這個是他過來的資料 經過這個時候 它變成真正的 有沒有 所以喔 你現在看到的 它就真的變成 你要的文字了 有沒有 好了之後按確定 但是現在它變成是這樣子 而且一定是靠左對齊 那再來就做什麼 再切嘛 切怎麼切 就是加一個LAPT 在前面 L EFT LAPT 前刮斧 然後 豆點 幾個字呢 兩個字 有沒有 前刮斧 OK 打個勾 70 不過 特別注意啦 因為如果 之後假如說 我們要做樞紐分析統計的話 還有一個問題 可能會發生 什麼問題 因為它這個是LAPT 而且它靠左對齊 所以它是文字 那將來 因為我們會需要 把它變數字才能群組 我剛剛有特別 所以你如果少做這個動作的話 那你一樣沒辦法群組 所以喔 對 再加個VALUE 就這樣 OK 所以這個當然就是 把剛剛講的重要觀念 再把它加上去 VALUE OK 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把年次欄位做出來 接下來如果你要統計的話 就很簡單 不過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為樞紐分析表 它比較麻煩一點是說 假設你上面有這些東西 它就沒辦法選到 所以理論上 我們把上面這兩列刪掉 一定要放 因為這個正規的話 就是 如果你要做樞紐分析之前 你一定要先產生對於欄位 如果有這個欄 那你就可以統計了 所以我們插入 油標放這邊 任何一個位置 插入樞紐分析表 然後它這個範圍就對了 按確定 然後再來的話 把什麼 把年次拖拉到列 然後要算一下它的每個年次 不是加總 是幾個 所以請你把這邊箭頭點一下 改成 它原來預設 如果是數字會加總 請你把它改成 算幾個就是項目個數 按確定 它就算出來 五十八的一個 五十九的一個 六十的一個 可是想說 老師不對啊 我希望是五年級生 幫我加在一起 六年級生加在一起 那所以這邊會需要群組 所以喔 群組就我剛剛講 如果你沒有加Value 跟各位講 你那個群組會不能walk 這個也是蠻多同學常常問到 老師為什麼我用群組功能 沒有辦法walk 它一直跳出那個錯誤 那你的是文字 它怎麼群組 所以加個Value吧 OK 那按右鍵 這邊有個叫群組 組成群組 然後呢 我們開始的值應該是 五十年次吧 五十到七十 結束應該是七十九吧 反正就是五十到五九 六十到六九 七十到七九 那監距值是多少 十個 五十到五九 可以按確定 那理論上應該 它會幫我把它群組起來了 有沒有 然後就可以得到結果 總計就百分之一百 當然呢 如果你要畫 因為看數字也夠清楚 只是說還是沒有圖來得清楚 所以你如果要畫圖 很簡單 書的分析圖點一下 然後看你要是直條圖好了 最簡單的 按確定就可以了 有沒有 看這個好像比較友善一點 對 所以你老闆 如果你要給他看左邊 還給他看右邊 他應該會看到右邊會比較開心 他會說 你左邊不要讓我出現 放到很礙眼 有沒有 看那個真的是會讓眼睛會受傷 OK 所以你就給他看左邊的東西 喔 原來 原來我們會員裡面 七年級生是大宗 所以我們要集中火力 所以你就特別對七年級生比較好 客人就越來越多 那五年級生就屬於OK了 反正態度不好 你別有黑名單 不要讓他來就好了 沒關係 反正他們人那麼少 對不對 就不是主力了 OK 反正就是客戶的整理 至少你要知道你客人在哪裡 客人才會越來越多 如果不是客人的 他根本不會有人來 那你對他那麼好 他還是把他寵壞而已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主要就是延伸 把剛剛的這個地方 多了一個這個動作 其實可能需要分三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就是 先把這邊的格式貼到這邊來 第二個步驟的話 再加Laps前兩個 然後再加Value轉型 OK 然後我們記得把上面兩列刪掉 再用樞紐分析表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 其實樞紐分析表 這功能我是覺得 在Israel裡面真的非常友善 而且真的很懶人 當然如果你說用Python來做 可不可以 但是Python裡面都要寫程式 一個地方都不能拖來 OK 所以有的時候 簡單的東西 這個也是有真的是 還蠻讓人家覺得說 很容易就可以把事情做完 所以簡單的事情 這樣就處理完了 除非說那個事情太複雜 或者是說太大量 那當然你可以想想看 有沒有別的方案 試試看這個部分 多增加一個樞紐分析表的統計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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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